第二主題我們要談的是 我們全台灣最高人氣的遊樂園 它的寶丹的大見解 我們曉得我們到遊樂園去的目的 都是為了歡樂 那我們前一次是帶大家到動物園 我們請兩位我們的來賓 帶我們到動物園去 那這次我們就選擇了遊樂園 因為這個都是創造歡樂的地方 可是很多時候危險都多 躲在這個歡樂後面 那我們今天來賓一位是我們 《小白板》雜誌的發行人 另外一位是我們的總經理 劉鎮鋒先生 希望用這樣的方式 事實上怎麼樣在我們 食衣住行裡邊把風險給找出來 讓大家可以了解 我們有這個所謂的旋轉車廂 讓大家體會一下 旋轉車廂有什麼樣的風險 不行 不要站起來 危險 業者一定會要求遊客 千萬不要再站立 這裡就寫得非常清楚 請不要站立 老師這個沒有安全帶這樣安全嗎 它的旋轉速度經過計算的 它的離心力還不夠大到把你甩到車外出去 那麼當它在而且在進出這個遊戲座位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非常好的設計 這個門是向內開 然後做好了以後關起來向外開 而且這一些是完全讓你不會超過這個水平角度 不能再向外開了 保護趁哥甚至不小心跌倒 至少有最後的一根稻草 能把你擋住了 那其實我們講到遊樂園這三個字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是一定會有的 就是這個摩天輪 有看到有在修維修的工人 聽說上次有一個新聞就是有工人 就是維修工人疊下來 發生意外的 對 那這個跟意外險或公共意外險 跟業主也有關係嗎 是 對 我想維修非常重要 尤其像遊樂場的設施啊 它的機器設備 有想這個摩天輪 定期的維修非常重要 我看到這樣的工人掉在半空中 我才想說我們在歡樂在遊玩的時候 其實是有這樣一群人默默的在犧牲奉獻 做好的維修 然後可以讓我們盡心的玩安全的玩 但是如果這樣的人 他們這樣工作的人 假設他專職是做這樣的工作的人 我想他們要保一般的 我們講的意外保險 可能會被拒保 可能就透過公司的團體保險 或是個人的受險來獲得保障 那公共意外責任險的部分 那個就是這個遊樂場所的業主 本身富起的 好 這個我們在上次那個 到動物園尋寶去的那個專輯裡面 我們有看到張文宇小姐 是我們的外景主持人 對 外景主持人 跟林立柱教授 林教授特別有交代我 叫我不要再問那個素食堂 但是我還是忍不住 想問沒有錯 就是林教授 老師 其實一般營業場所 都有被規定 要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那有些遊樂園 其實他也會保團體傷害險 那這樣有什麼不同 好 我想公共意外責任險 不只是公共場所 像遊樂園 依法也必須要投保 一定額度的這個公共意外責任險 可是你從他的名稱就知道 公共意外責任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 營業主他有相當的責任的時候 他才需要付賠償的責任 可是團體傷害保險就不一樣了 團體傷害保險是說 只要取得這個門票 他可能把那個寶貝 含在那個門票裡面 我只要是取得這個門票 進來的遊客 我在這個園區發生的意外事故 導致的可能體傷啦 死亡啦 那團體的意外傷害保險 他就會啟動 他不問責任的 所以這是公共意外責任險 跟團體傷害保險 不一樣的地方 嗨大家 記得訂閱現代保險雜誌哦 還點大家 eria ī